民進黨黑韓國瑜的方法非常多 之前有陸委會 有農委會 甚至有情治單位 現在這個時候 沒想到萬劍齊發的方法也出來了 現在黑韓是民進黨政府的 集體任務 而且所有光怪陸禮的單位 全部都出動 以前我們沒想過的單位都出動 之前不是連中央社都跑出來了 引用一個韓國瑜的新聞 直接講真心攻三小 直接連這種話都出來了 然後網友講一個韓集混 然後他們台語 公視台語台 馬上用台語教學 先不管丁手中 來看今日台語單字很吉分 直接就用這樣子 這樣子也出來了 用這樣的東西來直接去表達 公視 中央社 這些應該都是公共的單位 然後內政部也不管那麼多了 母親節也搞這種東西 直接用把那個 韓國瑜在議會 這些大學的東西 把它變成所謂心思的方式 直接去表達 不是覺得太誇張一點 但是我今天才覺得 真的是沒有下線 因為現在連故宮博物園都跑出來 故宮博物園不就擺古董而已 我跟你講他現在 他要講這個皮修 皮修是古代一種吉祥物 他是專門吃金銀珠寶的 然後專門吃金銀珠寶的 結果他們就做了這樣一個四格漫畫 你看 請問你的技能是招大財 請問如何招大財 就是招大財 所以怎麼樣招大財 總目標就是招大財 所以具體如何招大財 這完全就是故意在影射韓國瑜 所以你看 現在所有的這些工器 已經完全都是民進黨的私人產物 他們高興怎麼用這是怎麼用 這樣的情況 我們還能夠忍受下去嗎 讓這個政府繼續執政下去 還得了呢 但是我跟你講 他們永遠只會指責別人 不會記得自己 你看高雄我們知道 下個大雨之後 今天又出現一個狀況 你知道路口突然出現了一個天坑 我們來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研判是污水管鬆脫 所以每一條路下面 到底有多少相罕 多少管線 我們一直都在很緊張 很認真的在查詢 那事實上有一些隱形看不見的殺手 甚至有一些死角部分 那現在市政府的團隊 必須要在訊息來臨之前 嚴密的來檢查 另外一點 即使訊息過後 我們也是要嚴密的檢查 昨天這個摩托車騎士 因為騎摩托車摔傷 我也請市府團隊立刻去慰問 我們也表達非常的歉意 智商真的很歉意 那路的這一邊 市政府團隊絕對不敢放鬆 會繼續嚴格的來檢查他 抓出各種可能的 造成路面坍塌的這種原因 我們會全力以赴 立功 我講實在話 高雄市長現在是韓國瑜 所以高雄市發生什麼事情 韓國瑜就是蓋跨承受 沒有什麼好說的 沒錯 所以今天因為大順山路 中正路口這個地方 出現這樣一個天坑 還有一個機車騎士摔傷 這個高雄市政府當然要負責 高雄市政府負責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要查明原因 不要再讓它出現狀況 結果一查原因是什麼你知道 是下面那個民用污水管 那個破裂 然後導致整個地基被掏空了 這個是到底什麼時候 會發生的事情 結果一查 這條路是去年7月的時候 重新鋪的 去年7月 對 那去年7月是誰在 是許立民在當代理市長 是說的 沒錯 那所以現在一樣 當然我們都知道 現在市場是韓國瑜 所以當然還是算在韓國瑜頭上 可是綠營要拿這個來指責韓國瑜 你們的臉皮是不是太厚了一點 然後昨天不是說愛河又變成綠豆湯 但是高雄市政府 你以為他真的沒在做事情嗎 高雄市政府馬上 第二天就出動兩艘船 花六個小時對愛河進行巡視 還打撈漂浮垃圾 1.35噸 其實滿多的 打撈這麼多了 是啊 所以我覺得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 你都防護得萬全 都不會出現任何狀況 但是怎麼樣去趕快 把這些錯誤米評 才最重要的事情 那一樣 韓國瑜自己心頭也很清楚 他說風調雨順靠老天 國泰民安在人為 前天一場大雨很少台灣後 有人說高雄通過考驗 但我並不認為高雄就此通過考驗 為什麼呢 甚至不敢說高雄從此免魚淹水 反而出現更動的恐懼 畢竟過去二三十年的 積弊塵鵝 真的不是幾個月就可以補救完畢 這在講什麼意思 高雄過去都是二十幾年 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誰知道你們留下了多少 禍害在其中 專單幾個月怎麼可能補得完 所以我老實講 韓國瑜還是要穿雷帶 因為未來還不知道會爆發多少 過去留下來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高雄市議員 有的時候真的很不用功 也不做功課 先是一個我們的邱俊憲議員 他說越想越不對勁 他越想越不對勁什麼 他在議會質詢 高雄的韓國瑜規劃的 南部國際大機場 他說整個彌陀箱 不是都要被你弄進去了嗎 這樣是對的嗎 他越想越不對勁 表示他對這個 直接一二三四五列了五條 說建彌陀大機場 根本不可行 他當然問題來了 也不過才在2017年的時候 你知道當時高雄市議員 質詢的時候 陳菊還挺南部國際機場簽見 這是當時的新聞 就直接這樣寫 陳菊是贊成的 之前的楊秋心 其實也是贊成的 甚至蘇煥誌都認為 南部應該有一個國際大機場 然後2017年的時候 高敏林議員 這是大家自己看到沒有 然後這是高雄市議會 第二就第五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 提案是什麼 建議規劃南部國際機場 設置於高雄彌陀海濱場子 這是2017年的公文 兩年前高議員自己提的 你這麼年輕就得了肆意症 趕快去檢查一下 這真的是很危險 千萬不要毀及記憶 其實大家都說寒流寒流很厲害 寒流很可怕 可是寒流到底什麼時候起來 我們都知道寒流觸發點 是去年8月23韓國瑜勘災的時候 但是一直到9月初的時候 其實他的聲量 並沒有像現在這麼旺 他當時9月5號 他在山林區後援會 成立大會的時候 你看小貓兩三隻 淋淋欣欣欣的人 對 一個小房間 坐大概八成而已 就二三十個人 你看韓國瑜還會這樣子 臨時的桌子 把板放在那邊 他在前面 其實就是非常簡陋 老實講 當時支持他人根本很少 聽過他的人其實也不多 但是等到選完12月1號 他選上了 你知道12月1號 他在山林區這邊參加一個呱呱節 你看到沒有 人爆滿 現場上萬人 全部繼續在這邊 為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一直跟庶民站在一起 因為他也許不是那麼完美 但他很多事情 就是先為庶民設想 所以才能夠站在一起 人家才願意支持他 所以不要搞錯了 不要以為韓流是隨便清一戰 抹黑就可以打得倒了 那韓國瑜自己也心知肚明 他在臉書又寫一個 有首歌就這樣唱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幾多風雨 那你看 而正確是在如此風雨如晦的時候 偶爾回首往事 其實更能砥礪初心 特使與各好朋友 分享這個不太一樣的專訪 其中某些讓我想起都好笑的點滴 往事在這個山雲欲來 風雨詭絕了五月 格外令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其實這個五月對韓國瑜來講 我覺得他一定嘗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發生了 但是很簡單 他今天會寫下來這些東西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幾多風雨 那沒關係 往事都過去 過去就過去了 我相信他的腳步已經調整好 六月我預言 韓國瑜可能真的要開始大爆發 但是梁蓋森 我們看到這個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他分享了一個故事 他在說到這去年的九月份的時候 韓國瑜在這山林區成立這後援會 那個時候才二十多個人 但是到了十月份 開始三山大造勢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是用萬人起跳來算的 結果昨天韓國瑜在臉書裡面 PO出了一些話 他說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風雨 而正如這個如此風雨如晦之時 在這山雨欲來 風雨詭絕的五月 格外令人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這似乎暗示著六月份 有動作要開始了嗎 因為韓國瑜在五月過 東京是空明六十七山 北京中緣五月倒樓 這個韓國瑜如果五月過之後 六月份 我想他會再度關起前推薦 尤其東京六月 他再打噴之後 他後面所有的動靈 他的動靈是來自於樹林 放這裡比較熱門 還要反覆照準 所以這種動靈 並不是說你接受人的意見領受 就我就去扭轉他 韓國瑜現在受勤於高雄市議會 那麼當議會在五月下旬 慢慢結束之後 我想六月開始 這一個月中間 他必定會再度再做風雲 那麼當風雲這回的時候 國瑜已經擁有好看了 自聯隊的聽心離出 六月份民進黨的撩凶 他的撩凶機 如果最後會去給柯皮撩機 我沒有騙他 被柯皮打去 所以為什麼積極在冠金 把兩千塊幹掉 他要冠金讓這事情平靜下來 如果民進黨繼續含立在粗算基金 那麼他競爛就沒辦法 拔出平力跟火爛 來攻擊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 五月競爛 競爛到五月底 六月又在中出江湖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點點看 所有的英雄好看 大家都在擔台韓國瑜一聲零氣 只要一聲零氣 五路英雄自聯隊的撩比 蔡英文總統的確實 牽涉到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執政是為了要處理 牽涉到國風派下人罵的利益 國民黨執政 韓國瑜執政是要為了做福林軍 所以不是說很多人 韓國瑜執政什麼人就好康 民進黨如果是把這個政權交出 他交給科比 我跟你說 科比未必然會去用民進黨的人 科比現在的用 他自己重心照兵麥麥的人物 所以民進黨現在成功比這的人 跟派黑頭 不可能用這樣 去找到紐科比 從他爭到一兵一絕 不可能紐科比 他們是在比東 比東的情形 他們最怕就怕科比操作 去報就對了 去削報官 去泰寶科 這是民進黨最要洪基科比的 所以獨牌的人罵 最近開始科比要扶出來 你看科比多厲害 科比本來說6月 現在又改8月了 他就是怕他提早算報 獨牌又把火結合在他的省骨頂 他不曾出書 他就行骨心騙替人凶 所以我們不用說這局會變成三角肚 沒有什麼人絕對會贏 韓國如這麼強 到最後的選擇很辛苦 那麼蔡英文也不是完全沒機會 咖啡還不是可以兩兩兩塊錢 騎關山看買燒貼 最好就可以移用得利 不可能 三角肚三方民都會很極烈 三方民都會很高興 三方民最好都要把全力的戰兵 全部補秀 我們看著韓國瑜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民進黨其實他執政是非常的糟糕 可是他們選舉的打法可是一流的 他們對付韓國瑜可是有一步一步的 節奏在進行 之前在議會裡面先一步一步的 黑你韓國瑜 再來分化高雄人的人心 接著這個時候就所有的這種方法 都一步一步的出來 沒想到連故宮博物院 這樣子只放古董的地方 都有辦法加入蔡英文的 打韓軍計畫當中 我現在只能說 希望韓國瑜市長 要把這些負面能量 都能夠轉化成正面能量 現在民進黨打韓 已經是第一個正規軍 就是府院黨 從總統行政院長到各部會 到黨籍的市議員 府院黨叫正規軍 第二個 這正規軍是負責政策上的攻擊 抹黑等等的 第二個叫做暗黑部隊 就是所謂的網軍 我們看到一堆粉磚 現在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然後全部只要有一個 黑函的資料出來 不管是什麼質詢的影片 一剪好一出來 瞬間透過這些粉磚 就開始去傳播 簡直是不用24小時 就到處去傳播 我們就可以在網路上 看到一堆這種黑函的資料 影片等等的 再來就是利用各式各樣場合 在嘲諷韓國瑜 其實是不只是故宮 連一個故宮的文物 一個紀念品 文創品 你都要拿來做政治的鬥爭 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內政部幹了什麼好事 母親節的時候他也弄了 人家好好的慶祝母親節 不行嗎 你就偏偏要弄了一個什麼 跳針的心屍體 然後連說老屋重建的政策宣導 都要去諷刺韓國瑜 用韓國瑜的五點聲明的 那個內容去改編 我真的覺得已經夠了 我們政府機關公務人員 我過去20年都在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講的是行政中立 所以我相信這一些 都不是公務人員做的 我相信這一些都是民進黨 外聘的那一些1450 或者是那些聘用人員 或者是外包廠商過來做 目的就是拿公堂來選舉 拿公堂來黑韓國瑜 之前兩三個月以前 我們說現在有一個 黑韓者聯盟 現在這個黑韓者 隨著韓國瑜的 已經宣布說他要正式參選總統 這件事以後變成叫做滅韓者聯盟 我真的覺得說 我覺得滿佩服民進黨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明明正在黨內初選 照理說應該是無暇他顧 可是問題是在面對打韓 這一部分又異常的團結 我覺得這個政黨真的是 就像大家說的 你治國到底的能力在哪裡 你的三年執政有成 結果你香蕉都被抓包說 一公斤四百多塊的香蕉價錢 都可以抓出來 這算不算假新聞 這當然算 所以我真的奉勸韓國瑜市長 我去年他一當選的時候 我就勸他了 查弊案 你只有化工為首 高雄的弊案多好查 我告訴各位 隨便去挖一條 最近三年鋪的道路 看看柏友的厚度 看看有沒有陸基 隨便去挖 去年五千個坑洞 發生過的道路 看柏友的厚度有多高 去年五千個天坑發生以後 我們的廉政署曾經有說 要把它列為陸品專案的 廉政的優先查核目標 但是隨著陳菊 高升到總統府以後 這些案子現在 我們有看到廉政署在查嗎 五千個坑洞 好像已經沒有這回事了 這些陸下面都藏著什麼 我相信證據都還在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不要再坐以待斃了 就去查真相 你不還手 民進黨還是一樣會持續的 你用愛與包容 民進黨沒有在跟你愛與包容的